老師現在的喉嚨聽起來還是會有點不太舒服對不對 這個是已經變成我已經很習慣 他們大概也很習慣 那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工作壓力 然後加上有一年 有一年那個時候我們台灣的那些美容老師 在大陸非常受歡迎 所以那時候我經常被邀請過去參加各種的活動 特別是一些這個所謂的線下活動 什麼叫線下活動呢 就是我去百貨公司幫一些那個專櫃化妝品牌 主持然後推銷保養品 那那個時候我用了很多的精神 幾乎我一個禮拜就有一兩場 那那一兩場我就要吼很大聲 因為我覺得大家才會聽到才會擊中 因為聽到聲音有聲音了才會過來看看 這個人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那個時候喊太大聲 把喪子喊破了 現在就變成破喉嚨 天啊 有動手術 就是有做任何的處理 有動手術 因為有一年我看到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醫學畢業的 所以我對這個東西 新的醫學知識 我是蠻關心的 而且我的同學很多都是醫生 那有一年我就知道說 剛好呢 這個聲帶是可以做治療 那聲帶的治療方式就是說 因為我們沙亞的原因是因為聲帶關不起來 閉不緊 然後呢 要怎麼樣它閉緊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去打一個 柏尿酸也好 或是在聲帶這個地方呢 打一個這個 自體的這個脂肪也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萬方醫院呢 去選擇 自體脂肪移植 就是在肚皮這邊呢 沖一點點脂肪 然後打在我的那個聲帶上 那聲帶它的結構是有一點點像是 我們的嘴唇 就是我們的嘴唇 只是很薄很薄的嘴唇 那你就想像呢 它把那個嘴唇打厚一點 讓那個聲帶變厚 所以呢原來關不起來關不緊 因為你把它打厚了 所以它就關緊了 可是那個之後呢 就是你剛做完那個聲帶手術呢 你要三個月 不能說話 事實上我也說不出話來 那個時候 可是呢 有一次去看一個 因為有一次剛好就是有一個朋友 約我去看一個 那個皇后合唱團的那個 來台巡迴演出 那我也是那個 Queen的那個粉絲嘛 那我就去了 那去你也知道 你一嗨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顧了嘛 所以一嗨就開始 就亂吼亂叫啦 所以亂吼亂叫 剛好 術後的那個最要保養的時候 就被我可能吼壞了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覺得還好啦 因為我覺得 啞就啞巴 就少講話 所以就維持到現在 對對對 這樣手術多久了 手術 我記得是2013年做的 2013年 十年了耶 差不多十年時間 差不多十年時間